以后买回来的金针菇不要凉拌吃了 今天解锁一道新吃法 饭店一份就卖48元 不过后外酥里嫩 略吃又过瘾 喜欢吃的客戒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道金针菇切去根部 清洗干净之后搓干水分 再切成薄片 这样切熟的快 而且更酥脆 像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大碗中加入一袋小酥肉粉 炸酥肉炸里脊炸丸子都特别好吃 大家可以试试 再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一点清水 来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稍微吸收点的面糊就行了 最后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继续来搅拌一下 这样做出来会更脆 锅中加入多一些的食用油 下面把金针菇放入到脆皮糊里边 粘锅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油温五成热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慢慢的来炸 放入进去先不要搅动 以防脱粉 里面炸到金黄 再翻一个面继续炸 全中大概炸五分钟 把里面都炸到金黄酥脆的程度就可以了 为了更好吃 再撒入一些蒜香椒盐粉 可以做椒盐鸡翅 椒盐土豆 椒盐排骨都好吃 撒入一些这味道一下就生黄了 特别好吃 这味道炸金针菇就做好了 吃以来外脆里嫩 好吃又过瘾 没事的时候 多炸一些还可以当小粮食 喜欢吃的鸽箭 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倒入一些批试的鸽箭